原来翡翠身价也能一夜暴涨 被夜内视为废料的雪花棉 因翡翠内部有很多密密麻麻的小斑点和杂质 所以一直无人稳金 预料师杨树明无意中花了一百块钱买了块雪花棉 随后就被闲置了一年 某天杨树明想到唐诗 柴门文犬废 风雪夜归人 忽然来了灵感 将料子原本的杂质变成了天空中飘扬的风雪 同时根据翡翠原料的色彩差异 巧妙地将树带着斗笠的老人 山体都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 这个经过杨树明雕刻后的翡翠 淋漓尽致地将唐诗中的意境表达了出来 之后更是在香港拍卖行 被附商以360万的价格收藏 雪花棉翡翠的价值也被行内发现 一跃成为热门原石 一百人的废料爆涨360万 风雪夜归人 成为了玉雕界的传奇